我覺不工作是工作 家庭也很重要 所以有時間要留給家庭 有時間留給工作 在當中盡力去做 有智慧地去做 適度分配人生的時間 先可以在繁忙工作中 做一個有靈魂的人 由澳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辦的 政協委員華理智系列活動 於17日繼續走進校園 今次由江西省政協委員潘永權 以及湖南省政協委員蘇朝輝 走進理工校園 新劍特區政府要職的兩人 除了分享政協點滴之外 亦被很多學生請教 如何舒緩沉重的工作壓力 兩人即各自分享不同方法 教學生保持真正和正確的自己 足球時可以盡情發揮一些語言 各方面的盡情去發洩一下 令到自己去減壓一下 有壓力的時候怎麼辦呢 就不要想去先做其他事 我就讀書 看看我喜歡讀的書 而在活動尾聲亦都有學生請教成功之道 兩人則免勵學生 不要想得太過長遠 安心感沉澱並裝備自己 只要打好基礎 希望總會在明天 你本身未來有什麼專業 有什麼成就 有什麼代表性 靠你現在去儲備和打拼 當你打拼到一定的程度 能夠是被其他的朋友去認可的話 我相信你會有這個機會 我們未來一段時間 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多些正能力和工作 關心多些你們生活的地方 澳門或者我們的國家 關心每一件事 如何正面去支持澳門 正面去支持國家 慢慢慢慢去成像之後 如果他只有一天 有不同的機會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在一個 革命兩步的基礎下 都會把握得到 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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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 pissed 感谢观看